画面中看到一台台车辆排队等待道路恢复通行 台九线苏花公路164.4公里重德段3号上午6点 受到强降雨影响发生土石流阻断双向交通 原本预估下午3点后才能通车 不过在公路局人员机具抢灾下提前抢通 下午1点起开放30段通行带您看一段现场画面 工程人员一栋脚锥打开闸门 车辆把握时间赶紧通过 苏花公路和人至重德路段下午1点到1点20分 3点到3点20分以及5点到晚间6点开放三次通行 晚间6点就会再次实施夜间预警新封闭 4号再次情况决定是否恢复通行 山坨台风外围环流水器将持续影响苏花路廊难断 短暂强降雨几率人高 考量公路边坡处于不稳定状况 公路局呼吁民众山区道路容易发生贪方落实 路况难以掌握应提前规划避免滞留 渡达免滞留